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这一节课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速溶版的卡布基诺咖啡的做法啊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一个呢,是卡布基诺咖啡粉 一个呢,是清淡型的奶精啊 还有一个呢,需要用到我们一个果糖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啊,制作这款饮品啊 首先呢,我做的是个500毫升的量啊 我们取一个血壳杯 在血壳杯里面啊,放入啊 我们的卡布基诺咖啡粉35克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 我们清淡型的奶精啊,20克 我们加入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果糖5毫升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热的,对吧 我们再加入啊,大量的热水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就可以了 好了,水啊,我们都加好了 加好了以后呢,我们再一次搅拌均匀 然后呢,我们取一个500毫升的纸杯 直接把我们做好的这个卡布基诺啊 这个咖啡啊,倒入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杯呢,素容版的卡布基诺咖啡啊 就做好了 素容版的咖啡呢,主要取决的是咖啡粉好不好 如果咖啡粉好的话,做出来啊 还是比较好喝的啊 好了,这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关注我,叫你做更多的奶茶音品